倒可能就比较麻煩一点吧 对 我就不要找这种比我更麻烦的人出现 一人祝梵刚19号在直播节目上讲的这番话 让城市183club的好兄弟明斗立马发律师函 他之所以会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无辜卷入了张婷林瑞阳夫妇的26亿传销风波 其实好像有一个严重的 张婷他们可能是最严重的 要斗你 他就要斗你 明斗20号透过律师发喊提到 祝梵刚对外发布的消息全都是他的个人片面之词 经公司调查确认与事实不符 接着也强调明道长期以来都没有和祝梵刚有私人联系 对于所谓的传销风波更是完全不知情 也没有无法回到台湾的情况存在 最后也要求祝梵刚即刻停止散播不实谣言 并在七天内转发媒体呈情 有的东西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兰华油面膜 明道经纪公司事后也补充说明传言不是事实 因为明道早在一月初就带着老婆儿子返台 按照既定计划回来过年 谢谢大家关心对于浪费社会资源感到遗憾 昔日好兄弟如今却撕破脸 祝梵刚隔了好几小时也在脸书上发文写下 我又惹麻烦了吗并预告将在下周一 二十四号的直播上向所有人说明 请大家多多关注他的直播秀放他一马 最后也透过经纪人回忆平面媒体表示 对于这次风波引起的讨论感到抱歉 但关于明道经纪公司发出的律师函内容 与事实有些出入为了避免误会才会选择上直播说明 至于二十号在微博上疯传的林瑞阳上直播画面 网友发现这其实是去年十一月直播的影片 因此至今张婷林瑞阳夫妇依旧省影当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